大家好 我是斯健章 继续比赛马深水的时间 接下来我会介绍第六场四班千世夜赛事 在我介绍哪个马胆之前 记得做那四部曲 like我们的视频 share我们的视频 按一下小钟 最重要是做会员 因为我们最近会员深水不错 钻石推介方面 三个都过了关 非常之幸运 希望我们的深水帮到大家 在最后一次的沙田日马 大家一起赢多点 事不宜迟 马上介绍这个马给大家 我觉得他是有机会赢多一局 跟大家重温上次四号的熊熊 他怎样在四班赛事跑跑 不幸 因为这次他遇到六号的灯胆友 突然之间后上走上来 爆了大篮盘 爆了40倍篮盘 其实熊熊不错 看到纸纸地色衣 红色衣同一只 现在大约在第五六位 在第三盘那只就是熊熊 斯彩峰一直留住在五六位的位置 走过三叠 欠缺一段 希望在转弯之后可以冲到上来 但难不妨灯胆友在尾那一只 突然之间他走上来就跑得非常好 但是看熊熊的跑法 他这一场也是跑得不错 史彩峰一直跟着前面的马群 放头9号那只就是月球 接着1号那只就是中城区 进来直路的时候 这两只马也一直在前面透出 熊熊这个时候其实就已经 就是一路推上来的马也有反应 都能出头 最后这二百你就以为他都 诶 实识没有贴牙了吧 都是搞得不错 最后八五都在赢 但是在最后这一百几十的时候 冲上来的灯胆友 好像马特勃 最后这一步赶过了一只熊熊 跑了第一 拿了一个四十倍 那么熊熊没办法 其实史彩峰也没什么跑错 但是始终追势那方面 就不够后面盖上来的灯胆友 这么厉害 所以这一场输了 但是这马始终在四班是有实力的 我也是推介他 给大家要来做这一场3P刺关的马胆 除了这一只熊熊之外 有只马 我也觉得给大家可以去参考 就是中城区 中城区其实今季他也没进过前三 他的表现也不是认真好 不过留意 他之前就输得多些 上次潘顿琪输一有四分三马胆 就是在三班到四班之后 开始其实对着四班的对手 都是有少少班 我觉得他上次都输得近 这次有个五档133磅 绑就会比较重 但是档委会应该帮助一下 看看田泰安如何发挥这只马 另一只就介绍给大家 就是一只二进 今次有个二档131磅 其实一直以来这只马的表现 跑1400都是准备的 今季也赢过一次 也有五个位置 其实沙田的表现他真的非常好 其中四次是1400 一次是1200 你说飞掉他的 因为同场的对手都不是认真好好的 怎么都要预计他 加上抽个好档 二档131磅 应该都可以发挥到这只马 最后一只去介绍给大家的 就是一只闪耀中华 他其实贵初的状态不一样 不过最近这三场的1400赛事 都跑得很好 上次就输一条短颈位 蔡明肇骑跑 沙田1400那次就跑黏地 今次他也是有个不错的磅位 116磅 潘明辉骑 档就差一点了 八档 看看潘明辉如何发挥这只马 但是在磅数上 他始终和红红和中城区 他们有一段距离 我觉得如果是偷鸡的话 就是这只闪耀中华偷鸡 所以这场赛事 我觉得最好就红红做一胆三脚 卖Q位置Q 如果你是买三成熊彩 记得复式地买 因为这场我推介这几只马 始终实力都比较相近 三成熊彩就最好 注码兼顾多一点 一口气介绍完最后一天的沙田赛事 三场的深水 我两位好拍档 Matthew和马鹏 一样有好提示给大家 记得点击他们的深水 他们最近都首封信 希望大家和我两位好拍档 和我们食老台一样 首封信 星期日一起把握最后机会 赢爆马会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